intel 這麼多年來 經常被人笑它是牙膏廠 似著自己市佔夠高 就經常康起新技術慢慢出 但近年就一次一次被對手爬頭 繼完全錯失了流動倉置的爆發熱潮之後 近年紅到發展的AI技術 intel 都明顯慢了幾段 所以幾個月前Microsoft 公布Copilot plus PC 的時候 頭批機種青一色都是用Quadcom 出品的Snapdragon X 系列 反觀intel 當時還未能交出一顆AI運算能力達標 也即是擁有40 TOPS 或以上NPU 的處理器 不過幾個月過去intel 就在今個月正式發佈了 旗下最新的處理器 Core Ultra 258V 也即是大家聽不少的Lunar Lake 足度上快了就一定 但就連續航力和AI性能都可以超越到ARM 的處理器 是否真的那麼厲害呢? 不用猜猜猜 我手上的就是香港市場第一部採用這顆新的Laptop 出自華碩 ASUS 的 Sandbook S14 今次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試試它 還會拿些潛在的對手來跟它比較一下 想知道intel Lunar Lake 的真正實力 這條影片就真的要看到尾了 在開始之前當然要多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朋友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為大家帶來不同的新機、新科技的試玩 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下旁邊的鐘仔 再按下旁邊的開設計 有跟開都知道 Sandbook 系列一直是華碩正規Laptop電腦中的最高階選擇 在設計上當然有不少賣點 今代Sandbook S141 看上去 還好像有點石材的質感 和市面上幾乎清一色的磨砂金屬機殼有很大分別 其實是他們首次採用的 Seraluminum 陶瓷濾合金物料 主打高強度、內掛、內磨、防滋紋 摸上去還有一絲絲金屬的冰感 Sandbook S14 另一個組成的賣點就是夠輕夠薄 它雖然是全金屬機身 但重量只有1.2kg 而厚度更加只有1.1cm 但不可以不賺的 是華碩在那麼纖細的機身旁邊 除了3.5mm耳機插槽 兩個USB-C 之外 居然還可以提供到一個Full Size HDMI 輸出 和一個USB-A 給大家 如果是工作上有需要Present 插USB 手指傳輸 file 有了這兩個位置 就不用每次找當局 真是方便很多 打開手機 可以見到14 吋的3K Luminar OLED Touchscreen 邊框都非常薄 屏佔比高達90% 另外亦具備100%的 DCI-P3 色域顯示 和Pantone認證 色準就應該沒得拖 再加入由 Harman Kardon 調音的四喇叭輸出 支援 Dolby Admos 用來看片的影音體驗都有一定水準 機身下半部分 Touchpad 面積夠大夠好洗 而鍵盤方面 我對它的第一印象是 背光非常充足 就算是在Office 開著燈 都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一顆按鈕 漂亮是多漂亮 但始終都是傳統的薄膜式設計 我自己習慣MacBook 和機械式鍵盤 手感落差有少少大 但習慣了一段時間 其實都不是原本想到那麼差 至少鍵程足夠 回彈力亦不差 沒有chip chip 機種那種黏黏感 用足經常都沒有太多投訴 說了這麼多外形上的東西 當然都要進入今次的器屋 看看Intel 這顆新U 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Asus Sandbook S14 是香港首批使用這款 Intel Core Ultra 7 258V 的機種 我手頭上這一部 更加是配置32GB RAM 的頂配版本 應該都可以好好體驗到 這顆新U 的性能 Intel Core Ultra 7 258V 是一顆八合八線程的處理器 據說Intel 是為了專注單核心的性能 而放棄了它們沿用多年的 Hyper Threading 雙線程技術 這件事在跑分上 都可以大概看到 在Geekbench 6 裡面 它的單核跑分是2650分 而多核的跑分是11046分 就這樣看 就像之前在Copilot Plus PC 上常用的 Quadcom Snack Dragon X Elite 比 就不贏很多 真的要比較的話 好像還差一點點 但這個程度的運算能力 對於會買這部機的核心客群來說 都應該足夠有餘 大家無非都是用來做文書工作 有需要的時候就上網看影片 而對這班人來說 這部機的續航力怎樣 重要性隨時比起它的運算性能更重要 不過Luna Lake 這顆處理器的重點 正正就是擺在它的低功耗上 很明顯就是針對過去幾年 Windows PC 比用Gutter 最嚴重的弱點而來 究竟換了這顆新U之後 Sandbook S14 的續航力又可以去到多長呢? 官方就說Sandbook S14 最多可以運行到27小時 這當然是最理想的數字 我們今次就試試在Sandbook S14 上 用不同的App 去模擬不同負荷時的電力消耗 首先我們就用Battery Eater 這個 App 開啟最高負荷的Classic Mode 系統會盡量用盡Sandbook S14 中用電的硬件 模擬出S14 的最短作戰時間 最終它就大約熬了三個小時後就吃機投降了 為了更好感得到它日常使用的耗電數據 我們也動用了UL Pro Xeon 的幾個電池使用跑分 去模擬一下一般操作時的Sandbook S14 用的電量 結果顯示它連續一個小時的文書工作 都是用了它總電量的11% 其次就是播放高清影片 一個小時用了8% 待機一個小時就用了6% 按道理要應付一日的工作都真的絕絕有餘 至少我自己試用的時候 照早拔電照常做完全日工作 中間Lunch 會用來看劇 到收工時都有十幾%電容 真是挺適合有電量焦慮的用家試客 講工作、文書處理這些基本事 都講了很久了 但其實Luna Lake 也同時擁有 系列史上最強的onboard GPU Intel Arc 140V 在未來一年還會有機會成為 在PC遊戲掌機上出現的主流處理器 例如早前MSI在Computex 已經搶先發布的Claw 8 AI Plus 正正是用這顆U作為核心驅動 換言之 用同一款處理器的Sandbook S14 如無以外都會擁有不錯的遊戲性能 不過跑分數據就不看太多了 直接打遊戲給大家看吧 就會繼續為一來 I wonder if any still work 你告诉我,设计 我认为那大小小的东西是我们的 rendezvous 是的,那是我们的工具 那么奇怪,看到它们的固定一样的固定 一切的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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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固定 哦! 好好的,没关系 但是看着你一步,这些固定的固定是不稳定的 剩下的 雖然就不可能開盡了Graphic Setting 去玩遊戲 但在Sandbook S14 上的打機表現都算是頗流暢 而我們就用回華碩 ROG 剛剛才推出沒來的遊戲手提機 LRX 拍下去再用相同的配置去運行一系列的遊戲跑分 對比 LRX,Sandbook S14 是好像沒什麼大優勢 但不要忘記 Intel Lunar Lake 用的是 3Nm 制程 而 LRX 用的 AMD Ryzen Z1 Extreme 就是 4Nm 制程 換言之在公號上 Intel Lunar Lake 是會有一定的優勢存在 如果未來有遊戲機是用 Lunar Lake 的話 理論上都會擁有更好的續航率表現 看到這個位置 都跟大家講了很多不同部份的測試 但咦?為何一直都沒有過 AI 不是說這顆 U 的 AI 性能不差嗎? 是,沒錯 Intel Lunar Lake 的 NPU 是可以提供到 47Tops 的 AI 運算性能 理論上是會比之前用 Qodcom U 的 Co-Pilot Plus PC 更加強 但在 Windows Laptop 上用 AI 功能的最大矛盾 來到 Sandbook S14 上 依然未完全解決到 首先就是 Co-Pilot Plus PC 的 AI 功能 到目前這一刻其實都未到齊 現在可以在 Sandbook S14 上用到的 AI 功能 與早幾個月相比其實都沒有太大分別 主要仍然是 Co-Pilot AI 助手 小畫家裡面的 Co-Creator AI Gentle 功能 以及依然沒有能力翻譯到 英文以外語言的 Live Captions 即時字幕 要新功能的話 就需要等到 11 月打後的下一輪 Windows 更新 雖然 Recall 到其時還未可以正式回歸 但據說就會有一個新版本的 File Explorer 被用戶不需要輸入完整的字詞 都可以找到想要的file 不過就算算上這些即將實裝的 AI 功能 其實它們對於 NPU 的需求都不算大 是不是真的用得盡 Luna Lake 47 Tops 的性能 都還未可以確定 但另一邊箱需要更大需求的 AI 功能 好像運行 Stable Diffusion 進行制圖這些功能 47 Tops 又明顯未夠用 一句說完 就是有少少兩頭不到我 邊箱就顯得 Luna Lake 的 AI 可有可無 總括今次的試用體驗 華碩這部 Soundbook S14 無論在整體造型、性能、續航力方面 坦白說都真的擁有不錯的水平 尤其在 Macbook 已經被人吹奏了好幾年的今日 Luna Lake 的出現 似乎成為 Windows Laptop 一度反擊的曝光 但 Luna Lake 的高成本 某程度上就是本身已經在貴價價位的華碩 Soundbook 但這個價格也肯定不是人人拿得出手 而就算拿得出手 如果不是要追求 Soundbook 極致簽口的機身設計 選擇其實亦非常多元 例如和它站在同一個價位的 Apple M3 版 Macbook Pro 如果要追求圖像性能 又或者是打機需求 甚至可以向一些電競 laptop 賣手 華碩自家的 Tough Gaming 都有一堆不錯的選擇 隨時一萬元左右就買得到 另一方面市場上的新型處理器 亦不止 Intel Lunar Lake AMD 旗下的 HX370 都一樣比手期待 想知它的實際表現如何呢? 我們都有新機在手 不過它就是一部… mini PC 來的 預告一下給大家知道 這部不用七千元 不知道各位對今次這部 Soundbook S14 有甚麼特別看法呢? Lunar Lake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為 Intel 追回 AI 時代的落後呢? 歡迎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我們很快又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不想錯過的話 就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下條片再見大家 拜拜